國小上下學時刻都看得到 島湖媽媽 志工的身影 而新竹縣的山崎國小 則有一名全臺年紀最大的志工 他今年已經高齡百歲了 仍舊是風雨無阻 堅守崗位 不辭辛勞的護送孩子上學 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了 身創黃色志工背心親切問候 早安迎接每個上學的小朋友 他是國小交通志工羅美瑜 你一定看不出來 他今年已經一百歲了 我集中看學童的人的我效用 哎呀 我心很愉快 我們都要做到一百歲 過去從事貿易工作 退休後就到山崎國小 擔任交通志工 沒想到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羅美瑜透露 每天看到小朋友活潑的上下學 自己心情就會非常快樂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每天會很早起來 然後幫我們导護 高興能夠有百歲志工 讓我們的孩子 每天都能夠平平安安健健健康康到學校 羅美瑜高齡百歲 還是不斷回饋社會 用健康的身體證明年齡不是問題 記者徐志謙 清竹報導